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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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这个邵廷兄这边你的看法 这个大规模的记查核书出去 很多人讲说我驾30万分 我昨天乱说20万分出去 有的人我没收到 乎口没在家 我没给你回 就回到无效的 你把我赠效的 时间把我回去倒票 OK 这怎么解释啊 我这也是个假设 这是假设 所以这是假设问题 对 不过刚才其实琼瓦已经讲过了 今天为什么是高雄市政府 在寄这个查核单 因为是他的人在查核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查核单 他的人是谁 是 书政事务所的人 高雄市政府副政事务所 里面在查这个 为什么 因为每个都有填名字 跟户籍地址 那他查到户籍地址 是不是这个人 要对嘛 那才知道说 这一笔连署 是不是属于合格的 那当然他如果找到一个怪怪的 他会去询问他嘛 所以跟琼瓦讲啊 如果你觉得 你还是觉得这样子 会有高雄市政府 一手遮天的状况 那找中央宣言 我会一起来做嘛 我相信高雄市政府不会拒绝嘛 OK 那如果找中央宣言 就这样建议就好来做 建议市政府 不用建议 你们建议我就帮你讲 我们有这样主张 你建议我就帮你讲 事实上 你查询单的部分 然后我会回来讲 那陈雄文的部分 我先讲第一件事 韩国瑜市长 会不会被人家罢免 不是陈雄文说的算 是 是投票主委说的算 OK 陈雄文市长现在担任 这一个选委会的主委 没有错 从头到尾 我还没有听到违法的部分 按照规定就是他 今天高雄市政府选委会 是跟中央选委会 一起在做这些罢行的动作 高雄市政府做的是 你把多少联署书送过来 我帮你审查 审查完把结果送到中央选委会 中央选委会核定之后 如果真的过了门槛 由他来定什么时候要投票 OK 我再说一遍 这是两个组织 一起在合作的东西 你今天一直要把它导向说 高雄市政府选委会 可以一手遮天 可以瞒天过海 我再请问第二件事 刚才琼华讲说 陈雄文当然主委 你可以把这30万份 40万份的名单都知道 会有恐吓的效果 我请教你 今天记得陈雄文副市长 他真的要做这件事的话 他不是主委 他就看不到吗 这些资料是谈谈的 所以我们 陈雄文副市场里面的人 看不到资料吗 多少人看过这些资料 不要罗泪资罪给陈雄文 你跟琼华这边有个对焦 你说这个地方 这些区公所 这些什么陈雄文副市场 陈雄文副市场 这些名单可能就是公开的 可是 他是受公务人员服务法规范 要维持文官中立 相关保密事项 对 中立 公务人员服务 维持行政策 可是陈雄文副市场是政务官 我要讲的是 那你认为 文家兄我要讲的是 今天如果陈雄文 或者高雄市政府 真的要对这些联署人恐吓 我认为是不会 可是刚才被提出很大的质疑 他需要利益回避 高雄的雄文会 也受中央雄文会的节制 所以他不会一意孤行在那边 卵聪康就对 如果聪康是违法的 你要抓到证据 你没有证据 就一直 我们现在司机讲一下 司机 司机 我觉得是这样 陈雄文的角色跟位置 让人 让这些罢韩团体 他们有一些怀疑 所以你陈雄文 更应该要适宜 你要做到取信于高雄市民 可是陈雄文自己的表现是什么 他在第一天的时候 接受访问 就说 一天剔除了3万分 我觉得这个态度 这句话一直在往路上抓包抓很大 对 就是说你一开始就展现出一个政治对抗的态度 有预设立场的嫌疑在里面 因为大家就会怀疑说 为什么你一天你是用电风扇吹的吗 吹走了3万分 其实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 我相信他的意思是说 因为你第一阶段的提案人 跟第二阶段的连署人不能重复 可能有一些重复 OK 那这个第一阶段可能就是大约3万人左右 那好歹你也要去检查一下 有没有这3万人重复 你怎么可以一开始就先把3万人替除 你就预设说第一阶段提案跟联署 第二阶段会有重复的部分 对啊 这个你摆明了 就在做政治的立场上面就极为清楚 第二个是说 市政府是不是可以就有疑议的部分去查询 发函去问民众说你 你有没有欠这个东西 那这件事情 刚刚这个议员是拿出来 跟黄国昌被罢免的时候来想起别人 我觉得那个争议点不是说 你有没有去做查询 而是说那个对象的不同 你黄国昌的被罢免跟你高雄市长被罢免 然后你是高雄市政府在做行政作业 那个直接利益相关不一样 你黄国昌一个立委被罢免 他不是那个新北市的选委 他不是新北市政府的 就是说他没有那个行政上面的直接相关联性 可是你韩国瑜有 所以那个一意是在这个地方 那大家就会怀疑就是会担心说 你会不会广发查询书 然后造成大家心里上面的畏惧 哎呦市政府公文 这好可怕 然后就说没有没有 我都没有签 我什么都没签 然后就因此而删掉非常多的分数 导致他们的联署分数不够 我觉得那个恐惧是来自于这边 我觉得这是陈雄文主委 他到底会不会影响整个林署罢免 我们刚才讲一件事情 第一阶的时候我们送了三万件出去 在陈雄文的阶段 他所主持的高雄市选委会 就剃除掉一万多件 他就打算剃除掉一万多件 第一阶段三万就剃除 他只是他后来把这一万多件的样态 因为要报中央选委会 后来中央选委会 这样合合合他的样态之后 才剩下一千多件被删除掉 所以他是不是真的影响呢 第二部分是说你看 一万多跟一千差很多 他就是被降下来说 后来是一千三百多元被删掉 对不对 那今天好你如果要发查对单 我觉得我也谢谢议员很明理 没错你这个查对单 就应该让更上级的中央选委会 来发这个查对单 而不是直接有高雄市政府 去发这个查对单 这个其实真的剩下注 我觉得不是说谁来发 这个要出来说 我说你如果认为说 你对这个主办机关没有信心 你就找一个你有信心了 我不是没有信心 中央你一起来发 议员是害怕不是没有信心 他破坏下来害怕 不要没有破坏就害怕 你没有破坏什么 你具体讲出来 28才会那个 28你还没有出身 我们要找一个最具体的行政 而且我们要讲一件事情 我们的陈主委 当任主委之后 他从他9月份当任主委之后 他10月份之后的 选委会的会议记录都没有公开 事实上包括中央选委会 都有一个行政惯例 就是会在这一个月 公布上个月的一个 选委会议记录 可是他到目前为止 从10月份到现在 从10月份到现在 都没有公开选委会的记录 而中央选委会 目前已经公开到了 今年的1月份 那有要求他要公开吗 这一定要 这是一个行政惯例 请问你隐藏的什么 甚至我们从侧面得知 其实是因为这几次的会议当中 都有针对这个罢免做出议决 所以今天不只是陈雄伟 你要去看个人资料 重要的是 你那个有关罢免的一个相关决策上面 就会影响这整个罢免结果 甚至我们知道说 里面会议当中曾经做一个裁决 是针对这个 那个韩粉的一个检举案件 直接才是说送司法机关 所以我意思 我们的一个期待请求 既然法有明定副市长跟幕僚长 都可以担任这个选委会的主委 那为什么你就不让幕僚长担任呢 而且在你来之前 在你韩国瑜来之前 前面全部都是幕僚长担任 为什么等到这个罢免风起 才要让你的副市长担任选委会主委呢 好那这样子会造成一种结果 就是今年的4月 不管这个投票 6月中旬不管投票结果怎么样 一旦投票有争议 大家一定怨恨你韩国瑜的 不管你怎么样出 为什么要让这件 因为你已经可以预知到 这样会有这样一个争议性 那当然就是要让幕僚长出来 幕僚长他一个 因为一旦你这个 就不管公投那个选举结果怎么样 一定会有人有所不满 为什么不是避免这样一个政治争端 OK 是对双英雄 那如果按照这个穷豪这个说法 那我用一个比较心态的角度 我想这个很抽象 您跟市长非常的亲近 常常跟他开会 目前市长对于罢免 是采取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 他之前新闻有个独家报道说 他晚上开直播说 他希望一旦万一离开的时候 心中不要留下遗憾 当然都云有不领情说 你是不是已经在告诉我们的 你的遗书了 这个参考一下就好 但重点 您所了解市长的心态是怎么样 他会害怕罢免吗 那害怕罢免我可以理解 但是害怕罢免不能用民意做直接的对决 可是如果被大家 某种程度解除 某种程度把解读成说 你个个你的行政作业里面 你在 摩开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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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对 他更是没有帮助 更是间接鼓励 罢免他的正当性 我觉得当然你如果处理不错 无论什么人你都会想看不起 但是我想你如果说人不错 你随便举一个例子出来 让人家的人格破灭 但是我现在要提的是 陈雄文到底接了这个位置到现在 我们就针对罢免的这件事就好 有哪一件事是不要说违法 处理的有问题的 请具体提出来 我觉得不要一直影射 也不要一直的过度放大 你就举个具体 我们台湾是民主法治社会 我们整个都是有规定 非常清楚的规定 影射过度放大 你直接整个一个具体的 具体的事件出来 我补证就这样 文家兄 如果今天你 从头到尾都没有讲出 我的罢免团体 我到底在什么时候 被他用违法的对待 我跟你讲 就一个违法对待 陈雄文还能够在那个位置上吗 我觉得刚刚是讲的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 刚刚是政府选委会所挑出来的一个 不合格的比例 都已经超愉悦的 跟到最后总养选委所核定的 都已经有这样倍数的差距了 这不是一个最大的意义吗 之前是3万份了 现在是30万了 你打算 他昨天才查队第一天 他就说有3万分 就像刚实习之后 他也没有完全的去比对 说是不是真的有重复 他马上喊3万分 那就是一个态度 为什么 下面的公务员 在看他的脸色 老板的态度是这样 老板的态度影响他的仕途 影响他的饭碗 对 那今天如果说 法只有去有这样的空间 让秘书长的担任 你为什么不让这样子一个事情 顺顺利利去推呢 而且他刚刚讲的韩国市长说 他希望走的时候 不要留遗憾 现在高雄市政府的状况就是这样子 两面手法 市长在那边装乖装可怜装温柔 可是黑手打手 让他副市长去做 就是这样的双面手法 所以韩国瑜讲什么话 不用听太多 现在真的在高雄市 真的代表了整个罢免 高雄市政府态度 就是陈雄文主委 不是韩市长 韩市长他那个是一个面部表情 只是在作戏 那不是真的 那只是在一个 自以为自己是一个 你知道渣男要回家之前 一定要就是 寂静的一个低姿态 就说我还是爱你们 我舍不得走 可是事实上 他已经叫侦探在那边查一下 有没有什么那个 翻箱岛会找一下 十秒钟 OK好 实际就不做结论了 这个罢免 我讲到以前 纽约市长朱莉安 你想要寻求破例连任 结果纽约斯报告小记者挑战他说 市长 你如果不离开的话 叫我们怎么怀念你 市长千万小心 你不离开大家就很难怀念你了 我们明天再见 我现在看你东西 你不是这么多的 你怎么回事 你如果不离开 我什么时候 你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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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离开